这强强啤酒屋的这个啤酒盆 跟我跟我说 是在看着这个啤酒屋的啤酒盆当中 最中规例子 我今天与人类的好朋友 大勇哥哥又弄一块了 三个硬 我们不是说不长浪费 不长薄的 水的油的 跌了算出来的 我们才齐了 今天啤酒屋没有太多 不是饭店 不准没炒菜 你自己可以借点来加工 人家找你个加工费 啤酒屋就是个家 等着我一块喝了酒 吃一个家的感觉 需要什么菜谱 实际这个菜谱都在你心里了 那么你回家也有菜谱吗 对不对 我跟你说 这大哥说的非常道理 高深的理论 我从来就没想明白这个事 为什么这个啤酒屋没有这个菜谱 咱想不明白 但是今天人有个大哥给你总结 你回家吃饭 你给你爹你娘要菜谱吗 你爹你娘给你拿菜谱 让你点菜嘛 咋子的 咋子的 你不认识啊 嗯 嗯 嗯 你别拉着我 你别微博了 别接了 这是英语看下啤酒屋老板 他竟然没打啤酒屋 但是他还得敬他一杯酒 这是啤酒屋建重庆导啤酒屋文化的过来印 咱们啤酒屋一年365天天天 我跟你说啊 青岛的啤酒屋 360天开门的啤酒屋吧 很多很多 但是像365天 就是说大年30晚上开门的啤酒屋 你记住啊 咱们的这个强强啤酒屋 开了多少年了这个啤酒屋 哎呦 40个年 哎呦 哎呦 这两个啤酒屋的大笑话 谢谢啊 对对对 身体健康啊 哎呦 青岛电业局职工宿舍 1954年12月 牛逼 1954年的二层楼 这个强眼皮肤屋 苏联专家见的 这说就说了 那头上来见吗 都说了他妈把这个尿尿都给他尿着 但是没尿着 没尿着是有啤酒 有厉害的 这个皮肤屋是论年的 这个这是论背的 这个皮肤屋是论背的 还有这个房子 男人家在动的是黑 还能说还在动 黑不动 吹不了了 还在那动吧 这个房子太结实了 这是个文物 请了 这个皮肤屋 你记住了文革 告诉你怎么看这个皮肤屋 厉不厉害啊 你得看里面有没有这么一帮老邻居喝酒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你要看看它的墙壁 有没有烟油子的那个层次啊 这叫旺 然后闻一闻它的桌子上 有没有那个啤酒花那个包浆了那个 啤酒花包浆 你可不是说 你一上两下都练出来的 闻一下啊 旺 闻 闻一下 它这个啤酒 啤酒多钱一杯 三块一杯 对 三块钱一杯 旺 闻 问 然后跟兄弟们 切个字行吗 这个旺 闻 问 切啊 这是我的口语啊 托啥一个啤酒屋 切个啤酒屋 切个啤酒屋 不论这个诗很小的 一语啊 翻江龙玉下山虎 啤酒屋中不由你做主 正强好胜拼个竹营啊 一声碰杯唐绿亭啊 换的是啤酒屋 投的是个名 我敬天下游行 长命百岁 红皮啊 红皮 红皮 啥不笔 我切的不是个笔子 你比我小回去 你把我一拉近了 我十五六了 你哪年了 太哥 你哪年了 六八年了 你六八年了 说会儿啊 你比我真是大不了这次 你比我大不了这次 你比你大十一的 我比你大十一的 他比你小十一的 我比你大十一的 我比你大二十一吧 他叫我初九八 他叫我初九八 他比我小十 我说麻了 这个名言 他说说麻了 他叫我说叫的了 我不管 我也叫的了 叫大爷吧 哈哈哈哈